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贾秀全 亚森 郭光琪 塔拉季琪 张白龙 王老山 河南介叶真是成头变化大王琪 队伍始终无法稳定 队员们一直在适应不同的教练 全队磨合基本就是一句空话 从而不可能有强大的战斗力 历史上 河南介叶两次取得中超好名次 和当时的唐瑶东 贾秀全两任主教练连续两个上赛季的教程之间 职交有关系 介叶迎来宝级大师王宝山 图片来自介叶俱乐部官网 历史上唐瑶东和贾秀全两位教练的成功经验 并没有被俱乐部认真坚持 特别是2017年连赛中途 贾秀全主动辞之后 河南介叶就进入了高屏 次更换主教练的连续震荡 尽管2016、2017两个赛季河南介叶都惊陷保级 但今年依然在杜伦县降级区 目前 河南介一以19分在中超级分保倒数第二 必倒数第一的贵州横峰多四分 必倒数第三的重庆四位上两分 必倒数第四的上海生花 天津全家和天津开达 也是27分上八分 保级形势险恶 在外人看来 河南介叶在中超是一只存在感不强的队伍 不会冲击冠军 保级也问题不大 从2007年首次参加中超联赛开始 河南介叶历史最好成绩 是2009年赛季的中超季军 并参加了2010年亚冠联赛 2012赛季河南介叶战绩最差 已倒数第一降级 次年 河南介叶以中战冠军身份回到中超 2014赛季重返中超后 河南介叶仅在2015赛季获得过第五名 其他赛季排名都在第13或第14游荡 河南送走韩国教练张外龙 图片来自介叶俱乐部官网今年 在经历了塔拉季期 张外龙两任外交后 河南介叶再次要为保级而战 人本写远歌一文 河南介叶会和贵州横峰 重庆思维的那兄那弟 一样把现任外交坚持到底 他刚对待保级而战 不成想 中超还升七轮的时候 河南介叶毕竟忍不住了 在贵州横峰 重庆思维之前患上了特别熟悉中超 也特别熟悉中超保级的土帅王宝山 把保级与将棋看成生死之争 河南介叶目前的选择我们无可厚非 只能驻越中原军 2018中超好运了